咱们来看一下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的一个精度还有召回率 都是表示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精度的意思就是说 给大家画一下吧 精度很简单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y的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project值 我的一个预测值 这个呢是我的一个y的一个真实值 那我在算精度的时候 我就去找了y和这个 就是我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我就说啊 他预测对了 那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说他是预测错了 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最终我可以看一下 就是预测对的啊 在所有当中的一个百分比 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对的 然后一共预测三次 那他的一个准确率啊 就是66627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预测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这是我的一个精度啊 那有一个精度就完全可以了吗 通常情况下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评估标准啊 一个叫做一个精度 另外一个呢叫做一个 召回率 召回率是什么意思啊 召回率是体现另外一层指标的 嗯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咱们现在啊 咱们任务稍微变一下 我去了一家医院 然后一家医院当中啊 一共是有一千个病人 一千个病人当中啊 其中啊 他的一个真实分布是 有990个 他是一个正常人 然后呢 有10个 他是一个患有癌症的一个人 那现在我的目的啊 就是说哎呀 我想检测出来哪些人患有癌症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用一个精度来当成一个衡量标准 即便我的模型把这一千个人都预测成了一个正例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千个人 如果说给他全预测成了正例 那是不是说只有10个人预测错了 只有10个人预测错了 这个时候我的一个精度多少 精度是0.99吧 非常高的 但是呢 这个模型有用吗 这个模型是没用的吧 因为呢 我要检测的是说啊 这10个癌症当中 我给他检测出来多少个吧 那一个recar是什么意思啊 recar啊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召回率 或者说管它呢 叫做一个查全率啊 这是我们在统计当中啊 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这个查全率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关注的 并不是说一个整体的样本 而是说 它属于我的一个复利 或者说它属于你的一个 你要检测的一个目标 比如说你要检测的是 这10个人当中啊 你查到多少个吧 那既然查全率 咱们的一个分母就不再是一千 而是这10个人了 比如说这10个人当中 你查到了0个 那相当于你的一个recar值 是等于0的 如果说这10个人当中呢 你查到了8个 那这个recar值就等于0.8 咱们现在基本上 普遍最常用的 就是一个recar还有一个精度 还有东西叫做一个fscore值 是一个recar精度的一个综合 这里呢 咱们就来看两个指标啊 一个是我的一个查全率 就是这样一个recar值 另一个呢 是我的一个精度值啊 一般情况下就是 当我拿到一个模型之后啊 我要最少啊 得拿出来这么两种评估标准 其实说两种啊 已经说少了 正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的评估标准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这一刻如果说最后剩下时间啊 再给大家说一些关于叫什么 true potive啊 false potive啊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true potive rate啊 false potive rate啊 几个表召回词 如果是有时间 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那这里呢 我画了一个图啊 这个就是我上面的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咱们没有 咱们还没讲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matplotlib啊 它啊是python当中啊 最常见的一个画图库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画图库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就是 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啊 把这个图画出来 然后因为这个库啊 也没给大家去讲 咱们这个就是 也不是咱们今天核心啊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画图模板给大家了 然后如果说大家之后 想去做自己任务怎么办呢 直接把这行代码复制过来 然后我就告诉大家 这行代码的一个输入什么 输入就是你这个sklearn当中啊 它的一个ytest和这个yprotect 就是一个预测值和你的一个预测 就是测试集当中的一个真实值 你只要把他们两个值传进去 这样呢 你就可以画出来 咱们下面的一个混淆矩阵的这个图了 这个图啊 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做什么案例啊 或者说做什么包括 基本上都用这个 这个这个代码啊 用的比较多了 当初大家直接把它就拿过来 当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模板就可以了 我们要画图的时候 直接拿这个画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其他值啊 大家都不用去改啊 就是只需要把我的一个参数改一下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测试数据集 这是我测试数据集当中的一个label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它右边啊 右边其实是一个 就是像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就是调色板 右边这个东西 其实啊 它是一个热度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值啊 就是会按照你的一个总体的值 它自动的给你进行一个分 然后呢 从一个小值 越小一个值啊 它颜色越浅 越大值 它是颜色越深的 在这里啊 要观察一下这个图 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图来看什么吧 其实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我们预测的一个结果吧 我们来看 左边的是一个true label 又下面的是一个prodite label 我们观察就是说 当我预测值是零的时候 认识值也是零的啊 有2135个 当我预测值是一的 真实值是一的 有2092个 从这个图当中啊 我就可以看出来 当前我建的这个模型啊 它的一个整体表达效果 我们希望什么啊 我们希望的是就是 它的一个正对角线啊 就是这个 不是正对角线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角线啊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 这个就是Y等一个 这个就是 反正就是我们这样一条斜线啊 就是2135和2092这条斜线的时候 我们希望啊 这两个值 它是越大越好 希望呢 这个360和413这两个格子啊 它的一个值是越小越好的 因为这个360和这个413 它都是一个预测错的一个值吧 那我的一个精度怎么算呢 我的一个精度啊 就是用我的一个啊 对就是这个主头条线 我该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就是这个2135加上这个2092 除上这四个格子的值 那就是我的一个精度 精度啊 是用我这个2135加上2092 再除上啊 一个总数算出来的 那我的一个recall值怎么算呢 recall值啊 就是我们只需要关注的 就是一个true label等于1的时候 recall值等于什么啊 recall值等于2092除上啊 360加上这个2092 在这个图当中啊 其实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很多种评估标准了 在这里啊 最常用的就是一个精度和一个recall值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管它叫做一个confusion matrix 就是一个混淆矩阵 说到这个混淆矩阵啊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啊 大家只需要把这个图画出来就可以了啊 对 它就是一个第一项线和第四项线啊 这个我这个一直玩 就突然就想不起来这个词了啊 我们只需要通过这样的结果 就可以看出来 当前啊 这个模型的一个表达效果 是长什么样子 那下面啊 咱们再要再来看的一件事就是 嗯 刚才我们用什么去做的 我们用这样一个磁带模型吧 最简单的一个磁带模型 基于磁频去建立它的一个特征 然后呢 我的一个精度值啊 大概是84%啊 这靠值大概是0.85 那下面呢 我要把我的一个任务啊 稍微的给它进行一个改变了 嗯 我要看的就是 我现在要做的是一个 Vert2 Vector的一个任务啊 咱们终于落到了 我们要建立一种新的特征 那现在啊 还是把我的一个数据给拿过来 然后呢 把我的数据啊 先是照样 用我的一个Pandas给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然后就是额扑来一下 额扑来一下 咱们刚才是不是写过一个函数啊 叫做一个Clean Test啊 就是先做一个清醒嘛 清完之后又得到了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就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一个分词的一个操作 嗯 为什么要做 先做这样一个分词啊 因为我要做一个Vert2 Vector 它要求我们的一个输入啊 是一个List of List格式 也就是说 嗯 它要求我们格式当中啊 就是不能是传进来是一句一句话 而是要给我们传进来的是一个一个的词啊 因为我们在上一刻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Vert2 Vector建模的时候 我们是基于词建模 而不是基于这样一个句子建模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样一个上下文和每一个词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首先啊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咱们来看 用我的一个NLTK啊 我去load一个东西 load一个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的一个英文的一个分词器啊 这个东西就是啊 PUNKT啊 这个东西 如果说大家执行的时候 哎呀 他报错 说PUNKT这个模块还没有安装 那怎么办呢 你用NLTK.download的 把那个模板调出来 然后呢 把我当前这个模块啊 现在安装一下 因为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啊 它是一个英文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我要调它的一个英文分词模块 然后这个NLTK啊 对中文的分词支持不行 所以说 如果说你是一个中文数据啊 我们需要用那个J8分词器 然后到时候啊 我也会给大家一份中文的一个 就是怎么样建立这个World2 Vector 我有这样案例 到时候给大家跟这个 从原理上来说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说在分词器上 我们用的是一个J8分子器 就可以进行一个中文的分词了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现在我要需要把我的一个词 进行一个转换了 就是我在这里还是写了这样一个函数 这样一个函数里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要对我每一行当中都有一个reveal吧 先对它做什么 先对它做了这样一个分词 然后分完词之后呢 就给它进行了一个清洗啊 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在这里为它分词 然后做了一个清洗啊 跟我们之前都差不多 所以说 现在呢 我要得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看 现在我得出来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三特字零 在我的一个三特字零当中啊 我们来看 它啊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吧 那这样的一句话还不行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还把它转换成一个一个词吧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我们需要的一个格式是 list of list的格式 list of list的什么意思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接下来 比如说这个watching 它就是单 就是在这个当前这个模式下 我们来看 是不是这样一句话 它是一个string串吧 当前的时候 它是一个string串啊 把它当成是一个元素 那其实呢 我们要用word to letter来说话 就是watching它是一个元素 然后time是一个元素啊 chomer每一个词 它都是一个元素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又写了一个循环 我们对于每个三特的当中 我们来看 我额盘的什么进来啊 额盘的当中 我要把每一个词啊 就是相当于是基于空格 把每一个词 每一个词都拿出来 这样做成一个list of list的格式 这个就是我们先要对数据 做一个处理 因为呢 我们一会儿啊 要用那个gsim的库 进行一个子像这样的建模 所以说 现在呢 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我的一个输入数据啊 转换成啊 咱们的跟咱们的一个 跟那个gsim要求的一个输入啊 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所以我做的事就在最后来说这些这个输入了好多个输入啊 完全没有没办法